圣约灵修 今日读经 和西亚书七到十章 闻爱的悖逆之名 作者曹庆恩传道 和西亚书的七到十章 就像做父母的 数落自己的女儿 数落一通 儿女才发现自己是何等的悖逆 这就像在和西亚书的第一到四章 上帝借着和西亚的口 以及和西亚的人声 显出以色列的淫乱 但上帝不甘信人犯罪 作恶 受苦 所以他不断数落他们 靠使他们回转 只是 我想医治以色列的时候 以法连的罪孽和撒玛利亚的罪恶就显露出来 在整本和西亚书中 一方面 我们实在从自理行间 看到一个心心念念爱着以色列的上帝 另一方面 我们也实在从自理行间 看到一个从里到外 都背逆上帝的以色列 一个爱人的上帝和一群背逆上帝的人 构成了和西亚书的两个主角 就像和西亚与戈灭一样 这个落差如何填平呢 遇到艰难困苦的时候 人常常都容易抱怨上帝 或者是陷到自己的痛苦之中 无法自拔 但耶和华的忧伤 有谁能体会呢 就是他爱我们 迫切地想要医治我们 但他一想医治我们 我们的罪恶就在他面前陷入出来 使他要发怒 耶和华的慈爱摘超如下 来吧 我们归向耶和华 他撕裂我们 也必医治 他打伤我们 也必忏过 以色列年幼的时候 我爱他 就从埃及招我的儿子来 我用慈神 爱索 牵引他们 我带他们 如人放松牛的两腮夹板 把粮食放在他们面前 伊法莲娜 我怎能舍弃你 以色列啊 我怎能戏绝你 我怎能使你如鸭马 怎能使你如西边 我回心转意 我的恋爱大大发动 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 甘心爱他们 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消 以色列的悖念摘超如下 伊法莲与联邦人参杂 伊法莲是没有放过的病 我为他们写了律法万条 他却以为与他毫无关设 以色列是茂盛的葡萄树 结果繁多 果子越多就越增添集谈 地图越肥美 就越造美丽的住相 你们耕种的是邪恶 收割的是罪孽 吃的是谎话的果子 因你依靠自己的行为 依赖勇士众多 而让耶和华忧伤的 恰恰就是他所爱的以色列 背逆他 就像让一个人痛苦的 通常都是他最亲近的人 因为爱 所以伤痛 和好是要付上代价的 耶和华的代价就是 要在他无与伦比的慈爱怜悯 和他无与伦比的圣洁公义之间 找到解决之道 这解决之道 就是那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 这无与伦比的代价 就是我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这是耶和华的慈爱 与悖逆之名之间 唯一的桥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